距离美国大选日只剩下不到50天 剧情却愈发扑朔迷离 在两场针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刺杀未遂事件之后 有负责巡据安全的官员表示 2024年大选前夕出现了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威胁形势 纽约时报最新的民道显示 接班拜登的哈里斯以49%的支持率略高于47%的特朗普 但有专家日前表示 从辩论的表现来看 哈里斯还没有做好成为拜登接班人的准备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近日接受香港总统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本次美国大选的课点不是看选民支持谁 而是反对谁 美国大选本身这次很多掉破眼镜 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强劫案 包括辩论时候的 拜登总统的老太容忠 而且受到了实际上是民主党内部 发生了一个像政变式的一个世界 把他推出了选举 同时哈里斯也是 他本来并没有做好特别大的准备 一开始时候实际上民主党人 更不用说其他人对他也不了解 而且也不看好 认为他做副总统时候 也做得不尽人意 但是现在民主党为他团结起来 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当然哈里斯比拜登要好很多 拜登应该说是基本上都是输了 因为整个摇摆之中都倒向了特朗普 那么而哈里斯的情况现在不是特别明朗 特朗普说哈里斯更容易打败 在一开始的时候 共和党这样认为 民主党实际上也是这样认为 那么现在民主党团结起来了 但是团结有多大程度上是支持本党的候选人 对本党候选人有信心 或者是更多的是恐惧对方的候选人 所以这是选举当中的一个特点 不是你支持谁 而是你更多的反对谁 讨厌谁 恐惧谁 四年前 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不承认在大选中败给了现任总统拜登 其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 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 制造了一场震惊全球的国会山骚乱事件 事件的余波蔓延至今 世界正义工程的一项调查显示 普通民众至今人对选举过程缺乏信任 46%的共和党受访人表示 如果民主党候选人获胜 他们将不会接受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27%的民主党受访者表示 如果共和党候选人获胜 他们将不会接受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双方都有超过10%的受访者表示 若对方的候选人获胜 他们将采取行动推翻选举结果 那么这次选举跟以往的选举不一样 或者跟2020年选举有些接近的地方 就是两党都把这次选举认为是 那个你是我活的这种 所谓美国社会 没有像现在这次选举这么撕裂 实际上上一次2020年选举 实际上也是很有争议 到现在为止呢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还没有承认 他们是输了 而这一次呢 如果选举很接近的话呢 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输的一方是不是能够接受 如果不接受 这条意味着什么 就是有一个民调呢 是在几个月之前发生的 那么这个民调呢 是对共和党人的民调 因为共和党呢 现在很多人认为呢 上一次的选举呢 特朗普应该是选上的 而是被民主党偷去了 所以共和党选民有三分之的认为 如果上一次的事情继续发生 他们可以输出暴力 去推翻这个不合法的政权 所以这是极其尖锐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这个也是暴力的这个群众基础 美国选举结果牵动着世界的政治格局 对于中国来说 究竟哪一个党派上台会更有利呢 底层坦言 总体来讲 两个党派都不怎么样 民主党呢 你看过去三年 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改朝换代 从来没有说过要支持台湾独立 他们的高级官员呢 也从来没有讲过要中国为新冠赔款 但是如果你看共和党 共和党的鹰派都说过 但是呢 民主党呢 有一个地方呢 是对中国是不利的 也就是说呢 共和党呢 他们的同盟国外交 尤其是那个包括欧盟 后来讲的包括印度 日本韩国 这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压力 尤其是所谓的那个东亚的小北约 他就是把整个的地区 又面临了战火的这种考验 共和党呢 也不一样 一方面呢共和党 尤其特朗普本人呢 他主张这个孤立主义 他实际上得罪了欧盟 也得罪了在亚洲的一些盟国 同时呢 实际上特朗普本人呢 对台湾那些是不屑一顾的 所以呢 讲过很多台湾 不是美国的重要的利益所在 实际上在第一年的时候呢 跟中国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第一第二年 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新冠以后 就甩过中国变成了主题 特朗普呢 有时候不太靠谱 他周围呢 是很多是极端反共反华的人 所以呢你这个来看呢 所以两个人呢 他们都有特点 他们对中国压力的 各方面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的角度来讲 怎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这是中国领导人最近 反复强调的